好 我們持續要帶你來關注這起出軌意外背後的營造公司 東興營造 現在被名罪李正浩踢爆 負責人黃平和 他是宮廟主委 在花蓮政治關係非常良好 九年就接下了四十四個標案 甚至跟前任跟後任的縣長呢 關係很好 縣長還常常參加他們的宗教活動 不過現在工地邊坡沒有設為離 人員管理恐怕也大有問題 這些東興營造都責無旁貸 但對此花蓮縣政府說 宗教歸宗教 政治歸政治不能混為一談 決定要案名提告 李正浩加重毀報 我們回頭去檢討這個案子 荒唐的是最低層的工地主任 李一翔被收押了 可是最高層的交通部長也辭職了 可是中間一系列的監造的廠商 跟承包廠商沒有人負責 李正浩親上火線 在臉書揚揚揚插插插插插插 插插插插出軌事故 背後的東興營造跟政府關係匪淺 先是一張主委黃平和 跟花蓮縣前任縣長副寬齊 一起吃西瓜的照片 但雙方關係不止如此 就連現任縣長徐珍衛 也會出席宗教活動 通通被李正浩起底 雷正浩說這次釀下大禍的是議程營造的負責人員 李逸祥 但他同時兼任東興營造的工地主任 東興營造的負責人黃平和就是順民工主委 因為政界關係良好 九年內拿下了四十四個標案 現在邊坡又沒有設為離 人員管理有沒有問題都責無旁貸 但對此爆料 花蓮縣政府是立刻按鈴提告 對於花蓮縣政府我們所有的工程都是依法行政 那花蓮縣政府今天早上十點也會到地檢署按鈴升告 那他如果要告我的話 其實我很歡迎 因為很簡單 我願意在法庭上跟他對職 包含許正惠跟傅昆起 華誌新聞 齊永寧張教員 江義軍 臺北花蓮採訪報導